你好 今天我們就想著很快地講一下怎樣換弦 因為很多人都不太懂得換弦 首先我現在就換一弦 我們第一步是扭鬆它 扭到它很鬆很鬆很鬆 還未夠鬆 如果你是斷了 你想辦法很快 總之先把整條線除掉 現在就鬆了 下一步就是要拌這顆 我會用一個剪鉗的東西 因為它旁邊是斜斜的 你可以這樣撕上去 但不是剪爛它 你記住 譬如我現在插一點下去 這樣 一拔就拔出來了 大家看到我沒有用過力 一拔就出來了 少少 這樣就不可以完全沒有 你一剪 你剪爆了頭 你就很難拔得到下面的心 這隻我叫做門牙 整條線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大家看到沒有條線 下一步就是把線 完全拿走了 用大家自己的方法 用大家自己的方法 可以想完全拿走它 下一步就是上一條新線 我們就拆開一條線 先 我會用一些粗小小的線 會用一些粗小的線 因為粗小的線 你搏完出去 是難按了一點 但它的底部的重低音 就會響亮一點 有一個滑滑 這個滑滑 你不需要塞進去 你塞進去沒有意思 你一旦扭上線 扭塞它 它就會退出來 你就拍在一個洞 旁邊 只是拍過去 拍在一個洞旁邊 然後拿回門牙出來 直接塞進去 門牙有條坑 這條坑是向著琴頭的方向 就可以了 就塞進去 少少力壓下去 它不會好緊的 你現在向上一扯 它就會出來 因為那個洞 不是剛剛開到 是剛剛好的 那邊呢 就穿線頭了 就穿線頭了 哪個方向穿哪個方向 沒有什麼所謂 穿線頭了 大部分 是將它拉行 在這裡拉行 你這樣扭 你扭 可能扭 一兩個圈 它已經開始斷了 因為你要放少少虛位 它上線 放少少虛位 它上線 我們第一步 這裡 留鬆一點 留大概一隻手指位 那麼多 每一條線都是 大概留一隻位 一隻手指位 那麼多 鬆到 你少少一點 少一點 都可以 總之你一定要鬆鬆 千萬不要扯 它 好了 下一步呢 就是 這個位 握緊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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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回音箱的位置 你不要向上 向下 要不然你一會兒就 猛扭 出來 我就會用這個東西 你要不然就人手扭 大家留意方向 外向 外向這個扭 那你調轉了 就轉了方向扭 你以後 吞音就調轉了 沒什麼特別 那我猛扭了 現在 這條線就會慢慢收緊 記住 你拉行這個線頭 線頭和另一條線都要拉行 否則你又會鬆出來 你白扭 沒什麼特別 扭了 扭了 你會感覺到線越來越緊 那你就放回正條坑那裡 已經有些音了 它緊了一點 你就會收手 要不然你再扭下去 那就 又會斷了 因為如果你高過它 本身那個音 可能高可能兩度 已經斷了 下一步這個線尾 你喜歡剪剪 你喜歡不剪 就不剪 那我又是用剪鉗 這次真的剪了 不要用指甲鉗 剪剪的那些 那個剪會崩的 那這樣剪完 又可以 下一步就是吞音 就是這麼簡單 整件事